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劳聚焦 疫情,我们疫情谈的不多 香港跟大陆的疫情呢,以不同的方式在爆发 我只能讲以不同的方式在爆发 香港在拼命死人 而拼命死人呢,有相当一个说法 就是说跟科兴疫苗和没打疫苗相关 他已经死去的人,在死去的人当中 打过疫苗的87%是打了科兴的 那没打,另外一拨人就是没有打完整疫苗 这是基本上,这个说法就这么定论的 它是从统计学角度来的 那统计的数字呢,是在60岁以上 以至于到80岁到85岁 是这个角度去统计的 那有关对比香港跟台湾 我们曾经讲过 那香港人在喊天灭中共 我们讲说香港人民救了自己 可能有朋友说,那你他现在 疫情回到他这儿 就疫情出门转了这么一大圈 中国大陆跟特别是香港 没有任何事情 转了这么一大圈 等到了这个27个月嘛 从2020年1月份开始到2022年3月份 这是27个月,27个月我的说法就是三个九 在27个月的时候回到了 26到27回到了这个香港 从香港进入了中国大陆 基本上这个路途就是这么来的 而这个路途呢 我曾经跟大家描述说 其实是回应了当时2022年的非典的故事 2022年的非典的故事呢 是北京,香港,加拿大 那现在是加拿大,香港,北京 中国大陆是这么个故事 那在加拿大的故事呢 就是自由卡车 自由卡车司机抗疫 这是跟疫苗有关 跟打针有关 所以这是回到在香港就出现 专专一圈一种爆发 香港现在的爆发 是跟对比香港之前的有关 所有的疫情状况 都没有参考价值 因为它完全是失衡的 是不可比的相互关系 无论是打针也好 无论是疫情爆发也好 还是死亡也好 都是不可比的 所以也就变成了 香港就经历了这么一个 经历了走了一圈出门 回来真正在香港收尾了 是这么个感触 因为你从任何图表上都不可比 而在2019年反送中的过程中 那在香港人 大批香港人站出来 去抗击中共 那这有多少人呢 我估计有三百万到四百万 它代表三百万到四百万 那几次大的游行跟集会 最多的时候 我们涨到最多的数字的时候 8月18号好像 8月16号 8月18号有一次 那也就说 就是大概在三百到三百二十万 基本上这个数字就涨到这个数字了 到后来其中呢 有150万到200万 210万 所以300万呢 没有任何人去确认 当时只是苹果日报在报道时 谈到了应该是可以达到这个数字 当时是这么讲的 而整个香港是七百多万人 整个香港七百多万人 里面同样有大批的 与中共利益相关的人 这是我相信朋友能够接受 那所以我们在讲说 香港人民自救 那香港政府 香港警察 香港的政策的利益的获得者 他们同样是跟中共相关 他香港政府跟警察系统 执法系统是非常明确的 包括一些蓝四代 所以我曾经说 我说你别看那些得病 他们搞不好是跟很多蓝四代相关 就跟当时反送中时 支持中共的有关 这是刚才刚刚报道 那急诊室里头全是尸体 蓝四代的作家的父亲燃疫死亡 炮轰林 炮轰林凳 说你别再笑了 但林凳呢 死这么多人依然很微笑 在微笑背景之下呢 说香港抗击疫情呢 已经出现成效 大概就这么个说法 死者将近七千 香港亲中的建制派作家 叫做曲永延 今天公开愤怒说 他到急诊室见了染疫身亡的父亲的最后一面 亲眼目睹了医疗系统的惨状 不禁大怒 特批死了这么多人 特首竟然还可以灿烂微笑的说 抗疫成果 痛斥他说 你别再笑了 二十六号 这是应该是今天了 他在Facebook上 讲了这么一番话 上个星期 父亲离世 染了武汉肺炎 见了父亲一面 回天无力 救急室内 没有一条生命是活的 外面站满了令人悲弃的家属 然后下面他就讲述了整个 什么感染区被感染区 讲述这一切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理 在我节目中跟大家解释过的 令人不得不感叹 当然可能朋友说 他们没有分过死去的人 哪些是蓝四代 哪些是黄四代 我相信他们没有分过 我相信他也没有这种数字 没有这种数字 但是呢 作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故事 那这位亲中的作家 以这样的方式的愤慨地描绘 他应该作为作家 他应该懂得什么叫 善恶有报 我只能这么说 因为死去的人已经死了 没有什么可讲了 所以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例子 因为这篇报道是来自于台湾媒体的报道 不是咱们报道 那台湾媒体呢 因为他里面反反中共 所以就把他 这个人可能很有名 所以就做出这么一个标志来 而这个标志呢 也恰恰跟我们跟大家分析的概念是一样 就是在中国 中共控制的区域 它的疫情的爆发 是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过程 这个仅仅都是过程 他在无论怎么讲述 说他说现在是习变种的第二代 AB2大概是 AB2是否能够死多少人 其实都没有记录 没有记录的 而习变种的总体数字 它不是死人的 这是一再一再跟大家说的 在有关疫情 有关疫情现在的一切 虚假的 几乎都是虚假的 它的成分就是因为 它永远去掩盖那些 与这些权力跟利益者 直接意见不一的部分 都被他们掩盖了 所以它即使爆出来都是真的 你让我说都是假的 因为它有被掩盖的成分 被掩盖的成分 对人对所有人来讲 都是一种欺诈 是一种欺诈 另外就是上海 张文宏有了一番表述 遭到人们的痛批 那张文宏的这份表述 我看首先说 这个上海疫情爆发 上海深圳吉林 从爆发之后就一直没有消停 大陆根本就没有消停 所以一直是以这样的方式延续的 那这样的场景 这样的场景 在这个上海来讲 叫这种弄力的程度 这种场面 我相信大家会很熟的 会很熟悉 所以在中国大陆的疫情呢 我还是讲那句话 大家就等着突变那一天 真的 会等到突变那一天 会很快的 不到日子不突变 到日子突变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 人们无疑 就是毫无能力去应对 如果在香港 死的人 打过疫苗的死的人 大多87%都是打了科兴的 那中国大陆 这是很简单的 中国大陆死人没死人 如果真正爆发死人的话 将是什么 你现在没有看到他 没有任何人去报道死人 那中国大陆 有多少人打了科兴的 打两针打三针 为什么在香港 是那样的结果 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没有 香港死了将近七千人 为什么中国大陆 到现在爆发没死人 死了两个可能是 所以这是不正常的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有人说 那你这个问题 说你想说明什么 香港在整个疫情中 都没有事情 只是在最近一个月 突然爆发 然后突然死人 也就是说 转回一圈 转到香港 他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 那从香港进到中国大陆 现在在平铺爆发 一旦他开始死人 他可能就变成了 非典3.0 我说的是这含义 就是他的爆发概念 已经不一样了 跟欧美地区 都已经不一样了 那人们会习惯这一切 而欧美地区呢 跟他没关系 大家还看不出来 欧美地区完全被 左派所控制的 跟他没有关系 他根本就不管了 所以而张文宏这一番讲述 他的理论基础 跟他之前不太一样 他的这一番讲述 为什么遭到网友的痛批呢 他认为高峰将近过 已经到达了 要拐弯要结束了 要拐弯要结束了 但是呢 上海人呢 还在被 一个个被看管 推特上有一张照片说 说疫情控制不住 没控制住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上海人 完全被控制了 他说这是真的 说在中国 不是控制疫情 而是控制人 只要把人控制了 疫情就被控制了 所以人是疫情 疫情不是人 说不明白 他反着走 是这幅故事 所以这里面 他介绍冲篇内容是这个 文章太长了 但他核心是这个 上海吉林两地 升温 那到处都是被管制了 上海疫情呢 剧增 这就36个部门 浦东地区等36个部门 都都暂停了这个 暂停了那个 这是很 因为他是很详细的 复旦大学发通知 封闭管理 然后上海每天感染者破千 基本就是持续增长破千 二十四号一千六 二十五号一千六 二十六号两千二应该是 然后张文宏说了一段话 他说现在是 B.A.2 一个人可以感染 十个人 传播力度呢 是曾经的三倍到五倍 就是原始的武汉病毒 三倍到五倍 潜伏期短 三天传一代 十天传一千个人 所以就只 叫指数上升 但就目前而言 虽然是上升 但是呢 上海整个传播指数 极的上升被打断了 最终出现拐点 那这句话就被人们 被网友不干了 就批他 所以张文宏这一段话呢 是按照他统计学的角度走的 所以统计学的角度呢 他所讲的话 跟实际数字呢 他就会有个距离 他看到是到了顶点 然后他有一个模具 人都听电脑的 所以电脑制造出模具了 他认为到了顶点 开拐弯了 但是呢 老百姓被管制的程度呢 依然在爬坡在上升 有这么个时间差 也就是张文宏 只不过也转变成一个 统计学的学者 按照统计学的觉者 学者的角度 做出了说法 遭到了网友的通知 那我想表达就是说 现在在中国大陆爆发的疫情 包括在香港 也依然没有改变 西变种病毒的使命 摧毁科学的一切 摧毁人间科学的一切 但有多少人 能够在这方面认知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从整体上 没有能力认知 因为 他们不打着科学的旗号 面对疫情已经没有任何 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了 所以 还一定会延续他的做法 所谓科学的做法 把自己埋葬了 那普通的人 要从这个环境中 有所行 普通的 个别普通的人 今天碰到一个朋友 我不认识他 人人认识我 看我节目 结果 我们不说 最近这些天 都是神韵在 在我这个地区演出嘛 所以我在现场 结果那朋友看见我了 小伙子 只要掉眼泪 说这个 哎呀 陶哥 真是 说这个 看您节目 十年了 看我节目十年了 他真正触动 就是打这 打这 他认为 他认为 令人 令他非常的 非常的感触 很 很 就是 很幸运 能够有机会 看到我们时潮聚焦 他说 令他难以言表 你说那公共场合 一个在剧场外 剧场那个 lobby那儿 大厅那儿 都是人 还碰见我了 他要掉眼泪 大小伙子 也 那个 那个 人不到某种程度上 不会那样 所以 也让我蛮感触的 就是 就现在来讲 只能靠个体者 在这其中 去 自己做出决定 那我 我个人能够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从我角度 能从生命 我能理解的生命的角度 跟大家去分析 这种真实的状况 可是真实的状况 却针对着全世界几十亿人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祝你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季言